曾经在特朗普政府声名显赫的资深反华鹰派博尔顿 也只撑住了一年半时间 他的倒台其实也有着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一份功劳 在幕后金主的支持下 特朗普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才彻底掌控白宫 马匹精蓬佩奥自然也值得一满 但他的权利欲并不止于此 不管特朗普是否连任 蓬佩奥的目光都早已投向了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博尔顿是耶鲁的法学博士 做过一段时间律师 绝大部分时间一直在政府任职 先后担任过助理司法部长 助理国务卿 还在联合国跟人对喷了13年 任国安顾问后 成天对伊朗和朝鲜喊打喊杀 是个极端鹰派 麦克马斯特下台后 特朗普金主之一 美国赌王阿德尔森推荐了博尔顿 他能被认可 主要还是因为当时他也赞成退出伊核协议 顺便卖阿德尔森一个面子 但我们都知道 特朗普以其背后的科赫大势力的人 都还是不想美国再掉进任何一场战争 所以博尔顿一直不是很受待见 特朗普尤其不喜欢他那两村大胡子 哎呀怎么看怎么讨厌 2019年6月 美伊关系紧张 伊朗击落一架美国全球鹰无人机 还四处张扬炫耀 博尔顿那时和蓬佩奥都主张对伊朗进行 报复性军事打击 博尔顿尤其反应激烈 他一直主张对伊朗和朝鲜进行政权更迭式的武装进攻 这次报复行动 特朗普起先批准了 在飞机起飞后 他还是改变了主意 不想跟伊朗正面冲突 取消了进攻计划 注意这是特朗普和背后利益集团的底线 不到万不得已 他们不喜欢引起战争 在这件事情之后 博尔顿跟蓬佩奥的关系 就因为争夺外交权逐渐恶化 特朗普在三八线附近 见金正恩使 还特意将博尔顿支走去访问蒙古 说明这时候 特朗普对他喊打喊杀的好战性格 也感到深深厌倦 将他排挤出核心圈之外 博尔顿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 他一直希望得到国务卿这个宝座 因此在权力争夺中 难免跟其他高层产生冲突 最后将蓬佩奥 奴姆钦斯 这些特朗普身边的钉字户 全得罪了 他在上任之前 美国的媒体就预测他 干不了多久 能坚持一年半 本身就是个奇迹 2019年6月 特朗普接受NBC采访时 评价博尔顿说 如果让他来做决定 他会征服全世界 好了 大家一定很奇怪 特朗普明明不喜欢博尔顿 甚至知道博尔顿代表 埃尔森美孚这些霸权派的利益 为什么还要用它呢 这里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就是特朗普一直所说的 谈判的艺术 特朗普读大学的时候 上课几乎不去 天天在大学里混日子 每次到要考试的时候 他就会去把同学的笔记要来 泡一壶咖啡 通宵将笔记的内容背下来 靠这种方式应付考试 拿到了文凭 我们可以判断 特朗普至少是一个智商较高的人 他非常善于玩弄政治 绝不是大家所想的笨蛋 他用博尔顿用的就是一个狠字 每次跟朝鲜 伊朗 阿富汗 塔利班谈判前 博尔顿负责冲在前面 拿出砍刀 针牙舞找说要砍死他们 特朗普则负责一把拉住博尔顿 跟对方说 你们快答应我条件吧 要不我拉不住这个战争狂了 他真的会砍人的 风起来自己都砍 好残忍的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黑脸 但博尔顿这个人实在野心太大了 他把国安安全委员会的部分审议程序裁掉 大权独揽 总是自己抢先发表意见 还不问总统的意见 不仅仅不问总统意见 还不替领导说话 2019年8月 博尔顿本来有两场电视采访 可以用来替特朗普的政策辩护 但博尔顿居然放弃了 特朗普知道后大为火光 这种想要权利 但不为领导说话 还不替领导背锅的人 要他何用 不吵他留着过年吗 2019年8月26日 特朗普跟博尔顿进行沟通史 看不清形势的博尔顿 问特朗普 为什么要把他排除在阿富汗会议外 还质问特朗普 你为什么要想和鲁哈尼见面 这大概就是嫌自己命长了吧 博尔顿还跟班农一样 不会跟同事出关系 蓬佩奥 埃斯珀 哈斯佩尔 联手将博尔顿排除在阿富汗会谈中 博尔顿被特朗普开始疏远时 也没人再拉他一把 2019年9月 博尔顿被解雇 他的三名高级助手 也在第二天辞职 博尔顿走人后 蓬佩奥和努姆 面对记者 笑得喜气洋洋 可把这扫把星弄走了 以后就是咱哥俩的天下了 博尔顿走人后 白宫这边大局已定 到现在 再没什么大员被吵 因为霸权派的人 几乎都走光了 蓬佩奥当职的国务院 已经彻底成为特朗普的传声筒 没有人再跟总统大人对纲了 特朗普花了三年多的时间 代表科赫 莫瑟等财团的保守派 基本清除了 以蒂勒森为首的代表 埃克森美孚军工集团的霸权派 白宫上上下下 回到了特朗普竞选时的初心 阻止移民 把制造业带回美国 停止对外战争 所以看特朗普的政策 都是要求撤兵 要求大家到美国开工厂 这事也影响到了民主党 连拜登在竞选时 也提出要撤兵了 那华尔街势力呢 大家一直听说的华尔街势力 怎么没动静了呢 其实华尔街势力 在美国高层早些年 就已经衰落了 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 大伙都怪这帮人瞎搞 把世界搞得鸡飞狗跳 从那时开始 他们就不受待见 现在也没几个顶层化石人了 而蓬佩奥则是 白宫两大势力激斗的受益人 我们回顾这四年时间 白宫内部的疯狂狗斗 以蓬佩奥2010年 才入政坛的资历 其实根本没有机会 坐上国务卿这么重要的岗位 而是霸权派想 维系在全球的利益 被特朗普狠狠扑灭下去 形成了权力真空地带 这时候科赫根厄本 用西点的人补充了真空势力 蓬佩奥上位后 意外地发现 居然都是同年同创 于是形成了 八六届西点帮 这一特殊的内部势力 拜他为扛霸子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那无论是保守派 还是霸权派 他们是怎么看中国的呢 其实无论哪派上台 对中国都是打压策略 两边白人势力的想法 都是一致的 燕党也好 东林党也好 都想推中国 不同的是 特朗普是真的不想打仗 我仔细读过 科赫相关集团的政治意图 他们的要点集中在痛恨大政府 痛恨在全球多管闲事 想努力建设美国国内 也痛恨战争 特朗普当政这四年 主要还是经济手段为先 到处放火打贸易战 伊朗 委内瑞拉 朝鲜 他搞定了哪一个 唯一一票干得大的 还是暗杀了苏莱曼尼 为了避免战事升级 双方都表现得克制极了 对中国也是以经济战为主 全面打压中国高科技产业 我个人认为除非万不得已 美国不太可能动用战争手段 毕竟以前那么强大 在朝鲜也没打赢一个 刚刚建国的中国 现在又要万里迢迢 跑去跟中国死磕 执政党的背后又是保守势力 怎么算都不划算 最重要的并不是美国政坛 这几年的内斗 而是找到美国内斗的底层逻辑 美国遇到了两个 无法解决的问题 是这两个问题 导致了特朗普的当选 和蓬佩奥的崛起 一是美国的全球霸权 正在走向衰落 二是美国白人的数量 正在迅速减少 而且白人偏底层的工作 在被拉丁裔和黑人抢走 这才是美国这些年 越来越分裂的原因 也是美国政坛惨烈 内斗的根源 这两点 可以另起一篇文章分析了 至于本文主角蓬佩奥 他有更长远的打算 虽然做了国务卿 蓬佩奥还是经常回到 他母亲的故乡 自己崛起之地 堪萨斯州 根据白宫里的18首消息 蓬佩奥将来 极有可能参选 堪萨斯参议员 因为他最终的目标 是美国总统的宝座 1986年5月28日下午 烈日高照 西点军校米其体育场 973名学生 参加了毕业典礼 蓬佩奥以专业第一 全年级第二的优异成绩 出列接受表彰 在他背后 整齐挺列的同学当中 有未来国防部长 埃斯珀 华盛顿 超一流皮条客 鄂本 副国务卿 布拉托 国务顾问 布雷西布尔 众议员格林 以及大大小小 十几个将军 这些同学 向蓬佩奥 投去艳羡不已的目光 30多年后 他们将继续追随蓬佩奥 拜他为扛把子 并极有可能再以 科赫的财力为基础 未来再将他捧上 美国总统的宝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